大家都知道蔬果有益健康 不过要小朋友多吃蔬果有一定的难度 美国心脏协会和湾区的学校想到一个方法 鼓励孩子们爱上新鲜蔬菜 今天活得更健康来看王中晚报道 中半岛San Mateo市 College Park小学的学生有新的任务 就是要好好栽种照顾这片原地 他们还可以享受耕种的收成 美国心脏协会和San Mateo Foster City校区 合作推行实验计划 学校根据心脏协会提供的指南 设立教学原地 教导学生认识什么是有营养的食物 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 对付儿童肥胖问题 College Park小学校长表示 让小朋友亲手种菜会改变他们挑食的态度 如果实验计划成功 美国心脏协会将考虑在湾区更多学校设立蔬菜原地 26台记者王中文报道